2020年2月26日圣徽礼仪 星期三弥撒读经分享 你的父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玛窦福音6章18节 分享 耶稣当然赞成人祈祷 行善和克己斋戒 也欣赏人公开地表达对天主的前进 但他也吩咐门徒要小心 要避免魔鬼的诱惑而去追求个人的光荣和贪求受人的赞赏 因为真正的对天主的前程示发自人的内心 天父能看见人的隐秘的思念 所以 耶稣叫人要留心自己做事的动机 善念在心 表礼一致 善行才对己和对人有益 玛窦福音6章1-6节 16-18节 约厄尔先知提醒人要全心归向天主 天主不重视我们外在的一切虚荣 他祝福内心真诚爱他和守他诫命的人 约厄尔先知书二章12-18节 基督徒在世上的身份是带基督做大使 在不信从主的世界中 代表基督去请求人们去与天主和好 格林多人后书五章二十节至六章二节 天父 在这四旬期的开始 求你赐给我们去恶从善的力量 帮助我们借着克己守斋 祈祷悔罪 好能战胜邪恶的势力 不断地归向你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门 罗毕臣 罗毕臣